逃出来情况可说是非常危急 消防队赶紧升起云梯救援 还好火势及时扑灭 小朋友跟老师顺利逃了出来 而起火原因就是因为当时 橱公阿姨在烫青菜 却忘了把炉子上的火给关掉 因此发生了大火 他也吓哭非常自责 好疏忽谁都有可能犯 但是小孩子因为没有逃生能力 所以幼儿园的消防安全格外重要 很多的幼儿园除了符合 要有基本的消防法规之外 还要必须增加其他的安全设备 我们作为家长可以在放小孩 去幼儿园的时候特别查看 例如像是设置在户外的逃生梯 或者是高龙层可以装设垂降的求助带 而您可以注意到最危险的厨房 其实应该要设立在顶楼的最高楼层 避免失火时可以赶快的进行疏散 好刚刚是煮饭忘记关火炉 所以引发了大火 我们都知道魔鬼藏在细节里 您的居家动作都有可能导致意外发生的可能性 甚至危及到性命 我们接下来再看到这个案例 这是日本的一个三岁小朋友 他因为用油性笔 不小心画到脸了 幼儿园老师想要帮他擦掉 他就拿了平常在洗碗的科技泡棉 替小朋友来洗脸 结果您稍后看看 这位小朋友的脸颊严重烧烫伤 您知道这个康复期至少是要花一个月 提醒您哦 其实科技泡棉跟一般的海绵不一样 它多半为了要有清洁功能 会含有许多化学物质 而且细小锐利 很容易刮伤肌肤 千万不能拿来洗脸 好刚刚你也听到了 科技泡棉因为含有三具氢安 容易融出有毒物质 所以我们要是洗碗没有洗干净 也容易吃下毒素 而说到洗碗 假设您发现您的洗碗精 用到只剩下一点点的时候 是不是会忍不住加点水继续用呢 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 这个动作非常的不好 因为等同于你加进了更多的细菌 会越洗越脏 还要再被注意的民生讯息 是今天晚上当冷气团要报到了 好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会开始降雨 好天气要结束了 从今天晚上开始 您可以很明显感受到 北台湾气温明显下降 那么这一波冷空气 其实预计最冷的时间就落在明天清晨 低温可能会下探到10度低温 现在装呛举今针对竹苗地区发布了低温特报 亮起黄色灯号 特别提醒您 那么观众朋友也很关心的是 跨年的天气如何 现在出炉了 到时候也会受到冷空气影响 北部东半部地区是湿冷有雨的状况 恐怕无缘欣赏到新年曙光 但趁着变天之前 你有没有抬头看看 今天下午出现了日片时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就在今天中午12点33分 全台陆续登场 而且越往南 看到的机会是越高的 有没有看到好多小朋友 都在尝试地看这日片时 这是高雄港和国小群体师生 一起观测这场天文盛事 另外在屏东县 因为有有快阔的视野 还有低光害的优良条件 所以屏东县府现在打造了猎户座的天文台 也在今天启用 您可以一起和小朋友 观参与这场天文盛事 发烧话题要到日本泡汤旅游趁现在 因为接下来碰到春节假期 有计划去日本玩的观众朋友 现在日币创下了今年来的新低点了 我们来看到以5万块台币来说 可以换到15000块的日币 相当于是两张迪士尼的门票 还可以多吃将近150盘的寿司 那么其实针对不同的旅日客群 换汇的这个规划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像自由行的旅客跟团客 到底该用线钞还是信用卡比较划算呢 继续看到我们的客观分析比较 不过日币台币要钱多一点总是好事 为了要发财 每年过年呢 南投紫南宫的全母非常的抢手 可以招来财运 那么新一年的鼠年套币在今天终于亮相了 您可以看到今年鼠年的设计啊 跟以往很不一样 比较年轻也有吉祥的含义 是带财的老鼠 因为它旁边有好多颗花生 代表好事会发生 这个造型由于特别的讨喜又年轻化 吸引传统的文化 也让更多的年轻族群抢着买 那么想要赚大钱 过去学生要好好读书 学生学习课程多半会用电脑 不过您知道吗 贫富差距太大了 行政院统计 全台家庭收入最低的20%家庭 有超过七成的 家里是没有电脑的 就算有电脑 也有65%的小朋友 没有办法上网 如何解决这样的数位差距呢 台湾跟日本有不一样的做法 我们先来看到台湾 家福中心 现在和台湾的部分企业来合作 只要民众买电脑 企业就会再送一台电脑 给弱势的小朋友 就是希望如此一来 可以降低数位学习的落差 小朋友紧盯电脑 玩游戏 学程式 各个都目不转睛 这些都是都市小朋友的日常 不过行政院统计 台湾家庭收入最低的20%家庭 有超过七成的小朋友 家里没有电脑可以用 好像数位学习 现在是很基本的学习的一个工具 如果因为工具 因为环境 没有办法让有更好的学习 我觉得他们是弱势 再加上弱势 家福调查弱势小朋友发现 就算家里有电脑 也有65%的人 没有网络可以上网 台湾巨炮陈进峰也说 小时候他的世界里只有棒球 26岁才第一次接触电脑 现在小朋友想把棒球打得更好 都得透过数位设备训练球技 能够帮助到偏向的小朋友 也能够让他们接触到 跟大城市的小朋友是一样的 同等的教育 同等的接触所有的事情 家福业和台湾企业合作 现在只要买一台特定款式电脑 若是小朋友就会收到一台全新的电脑 希望能降低城乡之间的数位查局 华视线文王兴怡张正杰台北报导 好台湾从企业做起 但是日本却打算 整个政府都要动起来解决 正式推出了13兆日元的振兴经济方案 其中一个方案 就是要让全日本的中小学生在上课时 一人拥有一台电脑帮助学习 其实早在2014年 左鹤县就一间公立小学先进行实验 一个人一台平板 学习结果有比较好吗 成果如何呢 一块来了解 好 关心完学生 我们来看到年长者想要长寿 除了运动 美食 其实吃起来都很重要 我们先来看到运动方面 最近国健署和体育署联合合作 票选了全台湾前12名 运动活力最好的长者 他们拍成的阅历 看了非常的正能量与您分享 那么除了他要传达说 要多运动才能健康久久之外 我们吃下肚的饮食也很关键 这是根据国外长寿研究员 他叫做布纳特的最新调查 他们发现全世界活到100岁以上的人睿 饮食方面有很多共通点 像是他们每天至少会吃像是半杯的豆类 还有两把的坚果 或者是爱吃绿色的蔬菜 以及大量的喝水 这些七大食物就是他们长寿的秘诀 想要长寿开车也要特别小心 现在人手一击 我们连开车骑车都忍不住滑一下手机 您知道今年光是新北市的统计 交通事故33000比 其中没有注意到前方车况的比例多达两成 而且等停红灯滑手机出车祸的状况是最多的 提醒您千万别分心 假设你低头滑手机 以时速40公里来说 你低头滑一秒就等于盲价11公尺 大家骑车用手机会罚1000元 汽车则是3000元 罚钱是小 千万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华市新闻 但说到错误的法规被谣传 行政院会在11月通过了毒品防治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 就要送到立法院去省议 未来呢 适用毒品的人可以先经过医疗机构的评估 然后再送引戒治疗 未来也有可能采取罚款或是其他劳务的处分 但是网路上现在却不断的被谣传说我们的毒品除罪化了 以后吸毒没有罪了 这可误会大了 到底修法前后有什么差别 该如何辨别真假消息 今天的华市打假特工队 大概星期二就要跨年了 不想人挤人 除了待在家里看电视跨年之外 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亲子之间适合的游戏 说过台湾人跨年的方式跟日本人不太一样 12月31号日本人一定要观赏NHK红白歌唱大赛就好多年了 他们就是要看着这个节目来迎接新的一年 那么特别的是您知道今年红白歌唱大赛 我们的台湾艺人特别多 28岁的红杰亭从科技业转站调查局 不但拥有亮丽外形 因为附近任职调查局 让他一览决然放弃进入演艺圈的机会 投入调查工作 我觉得他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我爸爸对我的选择其实还蛮开明的 那既然我选择了他就尊重我的决定这样 调查 保护高雄保卫台湾 对台北报告 好确实现在韩国瑜要反败为胜的关键 在过去总统大选一定要看中部是否能够顺利拿下 稍后我们要先连线给中部 因为过去呢总统大选都听说过 得中台湾者得天下的说法 但是国民党能顺利拿下台中吗 要看地方整合派系的状况如何 我们都知道当地有红黑派实力坚强 目前代表人物有谁呢 如何影响选情 想要连线给中部大选情报员徐孟兰来告诉大家 孟兰 是的主播 好谢谢孟兰同样白热化的还有台南 台南市的第四选区 这次是六抢一 不过呢大家还是聚焦在双灵之争 怎么说呢 这次是国民党连三届市议员李燕柱对上市民讲六连霸的李怡锦 当地两个人都叫超级战将 而且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天使对美女 怎么说呢 现在很有看头 目前详细情况要连线给情报员王美亚来告诉大家 那样 打开世界之门 我们今天看到澳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之前造访了澳门 庆祝治权移交20周年 习近平他宣布一连串的新计划 包含要将经济中心从博弈移转到金融 当地呢 路透社更指出 北京不再只是把金融这个优惠政策留给香港 而是要让给澳门 由于这个举动其实被认为 是在对澳门的奖赏 因为澳门过去并没有像香港一样 多次对政府 对北京当局有任何不满的示威 但是澳门能否取代香港成为国际重镇呢 这不是北京 说了算 关将近 整理门面的时间到了 像是梅池 台湾的牙医诊所很多 我们看牙很方便 尤其是面对直牙的这部分 其实呢 费用是很不一的 有的四万块 有的数十万 民众花大钱直牙 却经常发生了各种纠纷 原因出在哪 接下来的专题报道 我们就先透过一名受害者 李女士 她的真实案例 揭开台湾直牙的风险和危机 今年七十一岁的李女士 因为一次直牙手术 让她的人生面临前所未有的灰暗 喝水 吃东西都会掉下来 都会黏在这里 到现在为止哦 每天24小时 只要你醒过来 就是麻得很严重 一颗两颗三颗 这直在比较接近上耳朵的位置 左上呢也直得一颗两颗三颗 每一个人气候都说可以啊 无论九十也可以直啊 大家都可以直牙啦 没有一个不行啊 李女士口中的直牙名医 一共帮她直了七颗牙 花了三十五万 再加上先前还直过三颗牙 花了十五万 零零咒咒的医疗费用 加起来超过五十万 等于在她嘴里 装上了一部国产轿车 但最后换来的 却是神经受损 永久性的麻痹感 很多病人 她是不是这个牙齿一定要拔掉 非得直牙不可 我认为有可能被过度治疗 因为直牙产生的纠纷 高区医疗纠纷的前几名 这种侵入性的手术 难度及风险都很高 首先必须先将人工牙根 植入齿槽鼓内 再等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让齿槽鼓和直体自然结合 再装上假牙 但牵涉到病患牙齿的形态 和牙瘾的健康 每个环节都关乎直牙的成败 如果在手术过程当中 口腔的续径 会不会跑到这个鼻痘里面去 所以我们要事先去评估 这个鼻痘的距离 跟这个口腔这个骨头的位置 够不够 我们在直牙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风险 我们在直这个 骨头牙跟乳 直在这个位置 直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到下肢脏神经 在直牙的过程当中 那个下肢脏神经受到损伤 病人疏后之后 来造成嘴唇麻痹的一个状况 直牙伤口有感染的风险 直牙后还有可能发生 疼痛肿胀 愈合不良 甚至植入技术的好坏 也决定了 直体可以用一辈子 还是只有三到五年的寿命 昂贵的直牙成了部分牙医诊所 极力主推的自费项目 甚至有密衣 大胆开门做生意 标榜直牙只要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这块饼究竟有多大 价格可能第一个跟品牌有关系 就是有些可能是一些 比较知名的国际大厂的品牌 第二个这是术式的一个难力度 有些可能这个手术上面来讲 可能还要再做一些补骨粉 或者还要做一些其他股头 增高的一个手术 这样子的话 所以这个手术的过程里面 要多增加一些耗材 直一颗牙要花多少钱 这个答案差距大到让人难以想象 根据消息会在2016年公布的统计数据 一颗植牙总价平均在六到十五万不等 甚至还有植牙痛苦指数 也就是上班族要工作334到1250个小时 才能植一颗牙 而植牙的收费混乱 宪设到两个层面 首先是植牙的牙根手术 包含医师的技术费 及植体或补骨等材料成本费用 第二个部分则是假牙的费用 同样也包含了医师的技术费 及材料成本费 曾经也有一些人 他从国外回来 他收的一颗植体 可能收到一万美金或什么之类的 相对如果你收很比较低的价钱 我想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个高标准的东西 这是医疗嘛 它不是商品 我付我这个钱 消费者付我这个钱 它是不是有相对的这个价值感 拆解植牙的过程 分析出费用从何而来 就能明白为何植牙 会沦为商业利益的手段 近五年来 不论是牙医师的职业人数 或是牙医诊所开设的数量 都呈现一路上扬的趋势 但刑医的初衷 真的不能只是向前看 记者林行云 潘建人报道 出花改1月6号就要上路 北花客运抢先为您曝光 出花改1月6号就要上路了 这让花莲的民众非常期待 到时候您就可以搭客运 往返台北到花莲 那么这次得标的客运巴士 也经过了特殊的设计 不像以往的巴士 总是五颜六色的 这次以浅色为基调 充满美学响言 我是蔡薇军 带你来关心天气 今天晚上大陆冷气团报道 因此在北部还有东北部 这温度就会越晚越冷 我们现在来看到 明年各地的温度预测 明年北部的低温大约只有13度 另外高温也只剩下20到21度而已了 而中部跟南部同样也会受到影响 尤其在新竹跟苗栗 相续持续发布了低温特报 这高温大约只有25度 不过低温可能会只剩下10度左右 而另外东部地区 面的温度是14到23度 好 接下来由于收到东北季风 增强的影响 因此各地的雨也是越晚会下得越明显 我们先来看到主要降雨的热点 还是集中在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 以及这个东部地区跟东南部地区 而到了明天白天 其实有一个短暂的空档 当时要特别留意的是 包括了大台北 宜兰 跟整个东部地区 还是会有毛毛雨的现象出现 而最后就有几个小叮咛要提醒你 我们先来看到 刚刚也提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因此北部跟东北部 低温大约只剩下13度而已了 而气场局也是针对了新竹跟苗栗 沿海空旷还有近山区 发布了低温特报 也就是说低温大约只剩下10度左右 另外是在周六白天气温会稍微回升 但是周六的晚上到下周一 由于受到这南方云系移入的影响 因此全台湾又会是犹豫的天气状况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象时间 要看更深度更全面的新闻内容 请务必锁定稍后主播黄柏林 所主持的华视新闻八点档 那么新闻最后 我们来带您看到 这是雪梨的帆船大赛 同时华选团队 特别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房叶涵 明天同一期间 咱们再会